台中市政府113年2月21日 新聞稿 聲明如下 本公司未採購此次新聞稿 中資辣椒粉原料 知名新香料大廠小莫方 22號下午召開記者會 鄭重澄清 就是因為台中食安處 追查致癌蘇丹紅辣椒粉流向 發出的這一篇新聞稿 新聞稿中寫到 接獲新北極桃園衛生局通知 問題辣椒粉流向 台中小莫方公司 禁貨了3000公斤原料 雖然尚未使用 業者也出去合格檢驗報告 還是要求退貨處理 實際對比小莫方使用的辣椒粉 顆粒較粗 問題辣椒粉粉質較細 品項根本不同 只是裝在同一貨櫃進口 這批原料 目前也未使用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是 在我們檢驗之後 也確認 它是並沒有蘇丹色素 同樣被食安處點名的 還有漢萊海港 業者激發聲明澄清 絕無使用問題辣椒粉 而是公司旗下的 另一家粵菜餐廳 台中市府表示目前還在深入追查蘇丹红辣椒粉流向 對於相關業者受到持續更新流向資料影響 將盡快釐清資訊後發布 3日新聞 張展智 桃生章 台中報導 並不信息 時間 ль今天 mari 突然 嚴重 誷 üman